小满节气的含义是什么 小满该节气是指下熟作物的子力开始灌浆饱满 但还未成熟 意味着在每年公历5月20至22日之间 太阳到达黄金60度时开始 北方下熟作物子力逐渐饱满 早到开始结碎 在河道上始见小粒的古时 南方进入下收下重季节 小满前后的主要天气特点就是高温高湿多雨 因此防热防湿血的极为重要 食物 衣物要注意防煤 此外 小满前后 冷暖焦会频繁 强对流天气也时有发生 要特别警惕暴雨 狂风 雷电等天气 一般来说 如果此时北方冷空气 可以深入到中国较难的地区 南方暖湿气流也强盛的话 那么就很容易在华南一带 造成暴雨或特大暴雨 因此 小满节气的后期 往往是这些地区防汛的紧张阶段